第五十七集 其实跟他们打架,正探挺不好意思的,总感觉像在欺负小孩子一般。 不过,为了给花生堂撑场子,正探也就意思一下,能起个威慑作用就行,没必要说将这只猫揍成啥样。 这些猫,能安然活个几年都不容易,所以正探只是在一个照面制住那只长矛猫,让它不会去干涉那俩的战场,也就没再有其他动作了。 这一幕有些熟悉,正探想起了当初被抓走的时候,在南城抢劫过的那只高贵的波斯猫,没理会被摁在地上一直叫着的那只长矛猫。 正探看着花生堂跟那只大黑猫打架,看那样子,花生堂是不会输的。 上次一对二没讨好,这次估计将玉器全部发泄了出来。 周围有几只躲在角落里看热闹的猫,不过都没凑上来。 有几只想要凑上来的意思,但走了两步就蹲下,估计想再观察观察形势。 偶尔有人走过这里,光线作用,他们并没有注意到待在一边的正探。 只是听到正探摁摁着的那只猫在不停地叫唤,骂了两句,就立刻走远了。 毕竟当猫不在那么撒娇式地叫着的时候,叫声听着有些甚人,更何况还是晚上。 一想起这周围的治安不好,路过的人都行走匆匆。 正探看看被摁在地上,挣扎无效一直叫着的猫,心想,何必呢,又不会把你咋地,虽然将你摁在这里,总比在你身上挠起爪子来得好。 等正探发觉花生堂那家伙跟那只大黑猫打着打着越打越远的时候,才放开压着的猫,跟了上去。 那只长毛猫一被放开就快速离开,也没跟上那边,估计回他自己家里求安慰去了。 周围还算比较安静,正探能够从周围的声音中分辨出那两只猫掐架的声音,也能从偶尔的几声尖锐的惨叫中听出花生堂形式不错。 惨叫着的都是另外那只,所以也并不怎么担心,脚步也就没那么急。 反正那两只猫打架,自己又不准备参合。 这次过来撑场子的目的已经达到,那只长毛猫已经回家,那就让花生堂自己打个痛快。 公毛嘛,总要打几次架的。 说起来,花生堂这还算是客场作战。 一边走,正探还有心思看一看周围的环境建筑。 他没来过这边,听说这边比较杂,几次过来都没有往太深的地方走。 所以现在走过的地方,对于正探来说都比较陌生。 私人民房也渐渐只有几栋了。 再往前走,就只有旁边围着一面墙。 围墙里面应该就是人们所说的那个流产的建筑工程了。 之前只是大略听说过,现在看来,这项工程还挺大的,占地面积挺广。 没多少人气儿,到处都是杂草,地面都坑坑洼洼,有些凄凉的感觉。 不过,以正探的猜测来看,这片区域应该不至于一直这么荒废下来。 毕竟是大学周围,地理位置也不错,又不是郊区,离三环还远着呢。 思量中,正探被一声很凄惨的猫叫吓了一跳,声音很突然,而且也没叫完。 戛然而止,这不应该是猫之间打架的叫声吧。 正探有种不太好的感觉,虽然那声惨叫不是花生唐,而是另外那只猫的,但如果这只猫遇到了什么致命危险,花生唐估计也遇到了,希望事情没那么糟糕。 正探迅速往刚才惨叫声传过来的方向赶去。 奔跑的速度虽然很快,但脚步声很轻,而且正探在奔跑的时候也注意一下周围的动静。 刚才他过来的时候并没有想到会有什么值得警惕的事情,但现在看来,还是他掉以轻心了。 没有猫和狗的威胁,但人的威胁一直存在。 纵使大部分人都是文明人,但自从被抓之后,正探知道,这世上还有很多人能够一眼不眨地敲死一只狗或者一只猫。 正探没有从围墙上跳过去,他不知道围墙那边究竟是个什么样子,不知道那边有没有让他能够躲避的地方或者遮掩物。 往前跑一段距离就能看到这个围墙的大门了,两扇金属门被粗大的锁链锁住,门上刷的漆都掉落很多,一块一块地显得斑驳。 锁链上的绣迹告诉人们,这边已经常识没人管理。 正探支着耳朵注意了一下周围,周围没听到有什么活动物体。 腹低深,正探从铁门下的空隙看向院墙里面,周围没有其他照明设备,只有天空那弯明月才能让人模糊看到场内的情形。 对于正探来说,视野还是比较清晰的。 白米远处有一栋未能完工的建筑,从围墙到那栋建筑之间的场地比较荒凉,长满了杂草,有几堆建筑垃圾堆放在那里,但除此之外,给人的感觉比较阴森和空旷。 那栋建筑就像个盘踞着的怪物似的,张着大口等着入侵者进入。 一阵风吹过,迎面而来,正探嗅到了风中的血腥味,是猫的。 当初被抓的时候,正探嗅到过猫血的气味,与人的不同。 正探心里有些焦急,警惕地往血腥味传来的地方过去。 走了一段距离,绕过一堆建筑废弃物。 在靠近建筑的地方,正探看到了躺在地上的那只猫,它十分钟前还跟花生堂打架,生龙活虎的。 可现在,它静静躺在地上,头上躺着血,有些看不清本来面目了。 死状很凄惨,显然是被人敲打而造成的,而且还不止敲了一次,用力也猛。 而让它变成这样的工具,就是被扔在不远处的那根七十多厘米的建筑扒钩。 扒钩上还有人的气味,这与正探的预料相同。 正探心里发凉,现在没时间来赶伤。 他现在迫切想知道花生堂到底在哪里,情况怎么样。 不过,警惕地绕着场子走了一圈,正探并没有看到花生堂的身影。 至少,这也算是一个好消息,在建筑里面,还是已经跑出去了。 那只猫躺着的地方离建筑很近,也不排除花生堂逃进建筑里面的可能。 如果已经逃出去的话,以花生堂的智商,应该会叫唤几声让自己知道的吧。 这样看来,很有可能就是那小子进建筑里面去了,估计静静躲在哪个角落。 想了想,正探决定进里面看看。 怎么说花生堂也是自己看着长大的,陪着他出来,也要将他带回去。 建筑没完工,窗户门什么的都没有,所以能够很轻易就进入里面。 正探小心地往里走,避免地面上的一些杂物,让自己的动作不发出声音。 同时,走动的时候,正探也分辨着空气中的气味,耳朵也注意着周围的动静。 猫的嗅觉比人类敏锐二十倍左右,也能听见比人类至少高两个半八度音的高音。 习惯在黑暗中洞悉一切,而且身形较小,这些都是现在正探的优势。 不管这里面到底发生了怎样的事情,做什么秘密交易,还是什么人之间的恩怨情仇,正探一点兴趣都没有。 他现在最想的就是将花生堂找出来,然后安然撤退。 砰,楼上发出一声撞击的响声,正探被那声响动吓了一跳。 这种死忌一般的环境下,突然出现这种响动,确实让人吓一跳。 一楼除了前门那里的窗户之外,后门以及侧面的一些窗户都有木板盯着。 虽然有缝,但并不能让一只猫从这里出去。 正探决定上楼看看,工程没完成,楼梯也没有栏杆把手,还要注意台阶上的那些生锈的钉子。 正探敲声来到二楼楼梯口处,耳朵听着周围的动静,风吹进来,将一些塑料纸吹得呲啦呲啦响,然后再次回归平静。 可是,这些都不算什么,正探发现刚才产生响动的地方躺着一个人,没有生息,深呼吸。 正探让内心尽量平静下来,这种时候不能乱。 撞着胆,正探走到那边,在那个人周围找了找,于拐角靠墙的地方寻到一滴血。 应该是有人躲在这里停留过一会儿,血迹还没干,时间不久。 不过,正探确认似的在血滴那里嗅了嗅,墙上也嗅了嗅。 受伤的那人留下的气味有点熟悉啊。 回想了一下,正探首先将校园里的人排除,然后再是不常见到的几位。 不是小郭,不是魏灵,不是阿金,不是叶昊,叶昊,对,就是那压的。 尼玛,都是些什么事儿啊? 叶昊怎么沦落到这种地步?被人阴了。 先是花生糖,现在又是叶昊。 正探觉得今天的运势一定扎得跟屎一般。 既然嗅出了叶昊的气味,正探现在又不知道该往哪边去找花生糖,毕竟这栋建筑每层楼的面积还挺大,于是便寻着气味走。 叶昊受了伤,不知道受伤的程度怎样。 隔一段距离,正探就能找到血迹,不多,但这点血迹和周围残留的气味,也能让正探准确找到叶昊。 只是,正探在找叶昊的时候,也嗅到了其他陌生人的气味。 耳朵动了动,留意那微小的,人耳很难听出来的脚步声,还有陌生的汗味。 夏天的好处,气息得不到很好的遮掩,那个陌生人现在正往叶昊那边走。 正探躲到一面墙后,看着那个靠近的陌生人,那人的脚步很轻,但却并不算慢,应该是从一些蛛丝马迹中寻找到了叶昊的藏身点,同时也很警惕,注意着周围的动静。 那人手上拿着一根建筑爬钩,跟之前正探在那只死去的猫旁边发现的一样,周围窗户的地方用塑料布遮着,只有一个脚因为时间太久还是其他原因,挂着的绳子断掉,折下了一个脚,让这里面不至于完全黑暗。 正探就看着那人往一个小间那边走,而叶昊就应该在那里面,帮一把吧,希望叶昊能够记得自己是第二次帮他。 那人拿着建筑爬钩往叶昊那边靠近,而叶昊也处于精神紧张状态的时候,他们都没想到,这里还有第三者在注意着。 突然一声诡异的叫喊,让两个人几乎同时汗毛直立。 现在没有风,不管是遮在窗户口的塑料布,还是地面的那些塑料纸,都没有发出任何声响。 死记并且凝重紧绷的氛围下,在两个人都觉得只有对方这个敌人没有其他活物的时候, 不得不说,这声叫喊突兀得让人头皮一麻。 但是,在这声猫叫过后,两个人的心里是截然不同的感受。 拿着建筑铁钩的陌生人是在紧张之后懊恼,后悔没有能将这周围的猫都清理掉,只解决了一只而已。 而捂着腹部的伤口渐渐有些乏力,已经做好最差准备的夜号,在惊悚过后,心里一阵欣喜,又带着一点怀疑。 这叫声挺熟悉,那天在夜楼被荼毒过,所以印象深刻。 而卫灵也说,估计也就只有那只猫能叫出这种效果,是那只吧。 正探叫了一声之后,换了个地方,弯着爪子将地面一颗钉子捡起来,然后趁那个人再继续往夜号那边靠近的时候扔了过去。 准头不错,打在那人背上。 正探扔完钉子就又缩回轨叫出,他就是察觉到周围只有夜号和这个人,没有其他人,才敢叫出声的。 而且他现在离那个陌生人也远,就算那个人身手了得又咋低,总不至于隔着十来米就出击吧。 刚缩回头,正探就听到那边砰砰的响声,以及金属掉落的声音,这么快。 正探露出头看向那边,正看到那个陌生人倒下,而夜号也靠着墙,手上拿着一把匕首,匕首上还滴着血,估计就是趁着对方分心注意身后的时候出的手。 扯扯耳朵,正探其实还幻想着在夜号和那个人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出手的,现在发现自己错得离谱。 像这些人,都是尽力一击致命,多延续一秒就会让他们自己的生命多遭受一秒的危险。 夜号一手拿着匕首,一手捂着腹部,靠着墙慢慢坐下,喘气。 刚才的一番动作估计又让伤更严重了。 正探又叫了一声,花生堂那小王八蛋到底去哪儿了? 随着叫声,还有框框的木板响,就在刚才夜号藏身的墙壁。 正探赶紧跑过去,走进那个小房间的时候才发现,这里面不知道准备建成什么,底面都往下陷了一些。 上面铺着木板,木板之间有缝隙,而花生堂一条腿陷进去卡住了。 但之前的情况,又让他不敢用力挣扎制造出声音,一直到现在,还挺聪明的。 没等正探抬木板,花生堂就自己挣扎出来了。 只是,看上去这家伙的腿还是伤着了,不知道是暂时扭到还是骨折,走路一搏一搏的,有些吃力。 喵! 花生堂往正探这边走过来,听声音还挺委屈。 正探抬爪子摸了摸花生堂的头,让他先待在原地别动,然后来到夜号旁边,看这家伙还能支撑多久。 夜号比正探想象的有能耐,挪了个地,估计还防备着一些突发情况,掏出手机,对正探道, 帮我看着点外面,我打个电话。 在察觉到那两个人进楼的时候,夜号就将手机关机了。 这种情况下,一点点震动的声响,一点点异常的亮光都能让他暴露在对方眼下。 正探看看乖乖待在原地填腿上的一些小伤口的花生堂,然后走到楼梯口那边,跳上窗台。 在盯梢着楼梯口的同时,也看看建筑外面有没有人过来。 夜号给龙旗他们打了个电话,那边估计会很快来人。 打完电话,夜号也不打算在这里等,除了几方之外,对方应该也联系了人。 所以一旦对方的人先到达,夜号待在这里是死定了。 缓了缓之后,夜号准备站起身,想到什么,对正探说道, 那只猫受伤了,我把他抱下去吧。 刚才打电话的时候,借着电话屏幕的亮度,夜号看到了不远处躺着的那只猫。 怎么说这只猫其实也帮了他,不然他不会发现那两个人跟过来了。 两只猫过来打架,让那两人暴露了行踪,也让夜号自己做了准备。 只是,另外那只可惜了。 花生堂似乎明白面前这人没有恶意。 看着正探,然后任由夜号将他捞起来。 夜号从躺地上那人衣服上扯了点布,夏天的衣服也就那样,将伤口简单包扎了下。 夜号现在一手抱着猫,一手拿着匕首,跟在正探后面下楼。 正探听着周围的动静,慢慢走出建筑。 空旷的厂区吹来的风,让正探刚才的紧张心情放松不少,不过,也不能掉以轻心放松警惕。 正探出了建筑,在夜号的指引下,才知道原来在另一边还有个出口。 那边的围墙倒了一端,所以夜号才会进来这里。 快靠近那个出口的时候,正探嗅到空气中淡淡的陌生人的气息。 脚步一顿,抬爪子拦了拦夜号往前走的脚。 下一刻,夜号就往旁边倒过去,滚到一堆建筑垃圾旁边,翻身躲避。 在夜号反应的同时,一颗子弹擦着夜号的肩膀过去。 要不是有正探的提醒,再加上他自己的反应够快,估计就不会只有这点擦伤了。 这儿居然还有个人等着,而且还是带着消音枪的。 正探现在心里恨不得问候一下佛祖他老人家。 今天的运气也太倍了,夜号这家伙到底得罪了谁,至于这么狠吗? 刀只累的也就算了,还枪。 正探赶紧将摔到地上的花生糖拖到一边,来到一堆砖块后面。 砖块不高,也只能救一下疾。 正琢磨着想其他什么办法的时候, 正探突然感觉到一股子凉意漫上后背,陌生的从没有过的,不同于刚才见到夜号杀人的凉意。 而那个持枪的人似乎突然就混乱了。 子弹有的射击在围墙上,有的射击到别处。 偏离正探这边很远,偏离夜号藏身的建筑垃圾那儿也远。 同时,正探还听到了很奇怪的咕弄声,像是压低了从喉咙里发出的一种吼叫。 除此之外,就是那个持枪人的惨叫了。 正探小心探出点,往那边看了看,恰好看到那个持枪的人倒下,一个身影冲过去,破开皮肉的声响让人不寒而栗。 躺地上的那个人抽搐着,手上的枪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掉了,拿枪的手上有几条很深的血痕,而且还都是在腕部那里。 至于那个身影,狗,还是猫,亦或是其他什么生物,不管那是什么,他对着地上那人的脖颈处又挥了一爪子。 地上那人抽搐了一会儿,很快就没生息了。 这一幕让正探和叶昊都很震惊,那种全身毛发都几乎炸起来的含义弥漫全身。 而不同于正探和叶昊,躲在砖块堆后面的花生糖却显得很兴奋,瘸着腿往那边走过去。 夜色下,看不出站在尸体上的那只动物到底是什么颜色,但毛上的纹路,正探还是能够看出点。 因为大院里,正探经常见到大胖,所以对于梨花猫的花纹比较熟悉。 面前这只,虽然只是个背面,但那纹路确实比较像大胖那种的,只是除了这些条纹之外,还有一些淡淡的斑点纹。 猫,从挥爪和一些走动的动作上看,确实更像一只猫,只是这比一般的猫要大上很多,乍一看去倒像只狗,毛稍长,而且看上去毛还挺厚,但身体比例却是更接近于猫的比例。 他踩在那人胸前,静静看了看,那立起的大耳朵也稍微动了两下,尾巴尖弯了个弧度摆动着,似乎在确定什么。 白色的月光下,这一幕甚是诡异,但他的动作给人的感觉却有些慢条丝理。 不吃,又是一爪子,爪子带起的血液溅落在地面上,形成一长条的血滴带,而躺在地面的人已经对这一爪子没有任何反应了。 正探和叶昊都不约而同打了个寒颤,那个人都已经死了,这只却再补上一爪子。 挥完这爪子,这只扭头看向正探这边,正探的心差点提到嗓子眼,他现在是明白为什么很多人在晚上看到他眼睛的时候会表现出那种吓一跳的表情。 这种感觉,真的很吓人,更何况,这只才刚刚杀了个人,不是老鼠,不是蚂蚱什么的,而是一个真正的人。 就算正探见过杀猫杀狗,见过人杀人,可是最后冲击最猛烈的却是猫杀人。 是的,这是一只猫,正探在他扭头看过来的时候已经确定,只是正探悬着的心还没放下,就发现花生堂那家伙一搏一搏地过去了,而且速度还挺快,一副高兴不已的样子。 这让准备上去将他拦住的正探止住了动作。 按理说,花生堂这家伙在吕原霸的教导下懂得辨认威胁,从之前的事情就能看出这家伙其实很懂得保护自己。 现在这样颠颠往上凑的架势,让正探有些摸不着头脑,但注意力还是放在花生堂身上,有些紧张。 叶昊一手捂着腹部,靠着那堆建筑垃圾,另一只藏在背后的手握着匕首。 刚才他也被突然出现的这只猫吓住了,而且做好了打算拼一拼的,可看现在的情况,似乎有些不对劲。 不管怎么样,叶昊还是决定小心为上,他一直觉得猫这种动物喜怒无常,前一刻能对着你撒娇,黏着你意外,后一刻就能又挠又咬,更别提面前这只猫还杀了人。 正探刚才因为要将花生堂给拖到砖块后面,而没有去注意那只猫是怎么杀人的。 可叶昊看到了。 正探刚才因为要将花生堂给拖到砖块堆后面,而没有去注意那只猫是怎么杀人的。 可叶昊看到了。 不论是跳跃力还是反应力,都相当惊人的猫,而且够聪明。 刚开始的那几下,叶昊也只是猜测,因为那时候他刚躲到那堆建筑垃圾后面,那只猫应该是在趁那个枪手将目标放在自己这边的时候,给了那人手腕一爪子。 虽然没让那人立刻扔下枪,但手已经不足以维持枪支的准确度了。 没等那人换手枪,第二爪已经袭去,抓的是那个人的脖子。 从背后偷袭,抓在后颈那里。 趁那个人抬手摸后颈的时候,他又跳起来,对着那个人的眼睛又挠一爪。 再然后就是颈部靠近脉搏的地方。 最后,在颈部同样位置再一爪,再一爪,直到那人没有生息。 地面上的杂草流着这只猫刚才行动的时候,瞬间爆发力而产生的痕迹。 很难想象,一只猫能够做到这种程度。 不过,这到底是什么品种? 原以为魏林介绍的那只够奇葩的了,没想到还有比那更奇葩的。 在正探和叶浩带着不同的心情,看着往那边走过去的花生堂的时候,那只爪子上还带着血的猫也正式转过身,对着这边。 见到花生堂之后,那只猫原本带着杀气的双眼中冷衣退却不少,抬脚走向花生堂这边。 花生堂颠颠地凑过去之后,脑袋一歪,眯着眼睛往那只猫身上蹭了蹭,还发出喵污的叫声,像是在撒娇。 而那只猫也低下头给花生堂舔毛。 正探看着这俩的互动,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情,当初李原爸怀孕的时候他就想,什么样的猫能够拿下那只猫斯拉? 现在看来,莫非就是面前这只? 花生堂和那只猫站在一起,很明显地小了许多,不过花生堂还可以长,就算长不了这么大,比一般的猫肯定会大一点。 如果猜测是正确的,那么,花生堂从生下来就比一般的猫大的原因也能够解释清楚了。 不仅比一般的猫大,而且够强壮,够聪明,毛也比一般的短毛夹毛要长要厚。 而且,看花生堂的样子,明显不是第一次见到这只。 这么说,其实他们很早就见过面了,还极有可能见过不止一次。 难怪李远霸总带着花生堂出去溜街,其实是为了找机会去见花生堂他爹吧,就是不知道这只猫到底住在哪里,或者藏在哪里。 这只猫的眼神有点像流浪猫的眼神,但相比起那些流浪猫,却又有些不同。 正探仔细观察了一下这只大猫,因为它身上的毛稍微长了一些,所以能够看出不像是经常梳洗的样子。 经常梳洗的话,毛应该更顺滑一点。 就算是猫自己给自己填毛,也还是与彻底梳洗是不同的。 再说了,这种性格的,有多少人敢养? 其实,如果没有刚才杀人那幕的话,这只猫给人的印象也还算好,至少它的长相并不像李远霸那么煞气逼人,只是有些严肃。 尤其是眼里的冷意退下后,如果体型减半,别人也只会认为是比较特殊的森林猫而已。 这只猫的警觉性很强,在给花生糖铁毛的时候,耳朵也一直注意着周围的动静。 夜号手机震动的时候,它看了夜号那边一眼,却并没有其他举动。 喂? 夜号接通电话。 来电的是豹子。 豹子它们很快就到。 现在只是确定一下夜号的位置,顺便了解一下这边的情况。 正探注意到,夜号打电话的时候,那只猫又看了夜号那边几眼,总感觉有点意味深长的样子。 但正探又能够确定,这只猫不会和自己一样的情况。 这是一只真正的猫,这种身体与灵魂的契合度是无法怀疑的,可能有那么点特殊,但绝对不像自己一样有人类灵魂。 正探挺好奇,这猫到底在想什么。 在夜号挂断电话不久,豹子它们就到了。 三辆车,车停在外面,人从那个倒塌的围墙那里进来。 豹子看着地上死去的人,一眼就瞧出伤口的古怪。 有些惊讶地看向夜号,夜号也没解释。 先将这些处理了,里面还有两个。 好的。 豹子也不是喜欢多问的人,指挥着几个人去处理建筑里面的尸体。 见到有人来,那只猫也一直守在花生堂身边。 爷俩待在一旁,并没有离开。 眼里对豹子等人充满戒备。 而正探则跳上砖块堆,看着那些人在夜号的指挥下忙活。 跟过来的一个医生样的人物,先给夜号紧急处理了一下伤口, 让夜号到车上去,这里处理起来不太方便。 夜号点点头,却并没有立刻离开,而是看向花生堂那边。 才转身就发现花生堂正被它爹叼着往这边走。 正探记得听人说过,小猫的话,被这样叼着没事, 但长大后还被这样叼着可能会比较难受, 很可能会剧烈反抗。 不过,看花生堂依旧乖乖的样子, 正探就想,果然是父子啊。 那只猫将花生堂叼到夜号面前, 然后看看夜号,再看看那个医生。 夜号与那只猫对视了几秒, 然后对那个医生道, 待会儿顺便帮这只小猫看看吧。 医生无语, 尼玛,咱是医生不是兽医啊。 既然夜号的发话, 那个医生也只能硬着头皮上, 都没让夜号多说, 那只猫见夜号离开, 就又叼着花生堂跟上去了。 夜号上了一辆改装过的MPV, 而他前脚刚上车, 那只猫后脚就叼着花生堂上去了, 还霸占了一个座位, 让夜号看着一阵无语。 想了想,夜号又探出身, 对正探道, 黑探,一起吧。 正探扯扯耳朵, 知道夜号这家伙, 其实对那只大猫挺忌惮, 觉得有自己在的话保险一点, 双方之间的纽带就是花生堂, 而夜号知道, 正探是跟花生堂一起的, 所以才叫上正探, 同时也给魏玲打了个电话, 本来不准备让魏玲插手, 可涉及到猫, 就不得不让魏玲帮帮忙了。 正探也有些好奇, 他看得出来那只大猫只是带着警惕, 却并没有之前那种杀气, 跟上去看看满足下好奇心, 只是待会儿得麻烦魏玲给焦家打个电话了。 夜号很快离开, 废弃建筑这边很快被清理干净, 看不出发生过命案的样子。 车里, 花生堂靠着那只大猫躺着, 车里的空调可能让他觉得不太舒服, 又往那只大猫那缩了缩, 而那只大猫给花生堂舔了舔毛之后, 一直盯着夜号, 像是在打量着什么。 正被医生处理着伤口的夜号被盯得有点毛毛的, 没有杀气, 没有明显的恶意, 却让他更觉得古怪不已, 而趴在椅背上看着他们的正探觉得, 那只大猫估计是在打什么鬼主意, 李元爸和花生堂都很聪明, 这也绝逼不是个笨的。 这次夜号并没有去夜楼, 而是前往正探上次去过的那个幽静的别墅处, 卫灵已经在里面等着了, 并没有多着急, 他已经了解了夜号的伤势, 没什么需要担忧的, 唯一不太确定的是待会儿给焦家打电话会被怎么骂。 见到夜号几人进来, 卫灵先看了看夜号身后, 除了那只黑猫之外, 还有一只大猫。 刚才在电话里, 夜号就只是随口说了一句, 有一只大猫。 卫灵也并没放在心上, 他觉得, 在这种大都市里面, 除了动物园, 不可能有那种大猫的, 不是指老虎猎豹等, 而是说蛇里凝猫等。 所以, 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的卫灵, 在见到那只大猫之后, 面上就跟抹了屎似的。 每次看到这种大猫, 卫灵心里就别提多别扭了, 总会想起不堪回首的往事。 夜号知道点卫灵的事, 所以在电话里故意说得比较含糊, 现在见到卫灵的面色, 难得地笑了笑, 笑屁啊! 卫灵抬脚踹了过去, 被夜号躲过, 怎么回事? 卫灵也没再踹, 而是坐回沙发上, 问道, 问的时候还看像正在果盘里翻东西吃的黑猫。 正探没搭理他们, 反正他现在只是过来看得热闹, 没准备多参与, 他就想看看那只大猫在打什么主意。 夜号的伤处理一下之后, 也没有大碍。 轮到花生堂的时候, 那个医生本来挺紧张的, 毕竟不是兽医, 可找出原因之后, 就淡定一些了。 花生堂可能卡在木板间的时候, 木板边沿的那些细细的木渣给刺了进去, 虽然没怎么流血, 但没走一步, 就会让他感觉到疼痛, 甜也没用。 那医生原本还准备用一些强制固定的东西的, 发现花生堂还挺配合, 便拿着工具开始拔刺。 拔一下, 花生堂就喵嗡地叫一声, 似乎很痛, 有几次都反射性地翻身, 差点直接将那个医生咬了, 这次才拔了一半就这样, 剩下的拔的时候, 该不会被猫咬或者挠吧。 在那医生有些迟疑的时候, 正探就见到花生堂他爹走过去, 抬起脚掌将花生堂摁住, 然后看向那个医生, 意思是让医生继续。 正探无语, 突然感觉花生堂好苦逼, 有一个严肃的妈也就算了, 还有这样一个爹。 被强制按住的花生堂疼的时候就叫, 还挣扎了几下, 也没挣脱他爹的爪子, 在旁边看的卫灵和叶昊面色一阵变幻, 终于将花生堂腿上的刺拔完, 涂抹上药膏的时候, 那医生额头上都是一层汗, 不是热的, 是紧张的, 旁边那只大猫太诡异了, 让它有点想要快点逃离的冲动。 卫灵给焦家打了个电话, 告诉他们今晚猫不回去了, 焦妈要听正探的声音确认猫是安全的, 于是正探对着手机好了一嗓子, 正给花生堂舔着毛的那只大猫 被正探这一声喉惊得蹭一下跳下来, 警惕地看着正探, 看了一会儿之后, 才再次回到远处蹲下。 解决完焦家那边, 卫灵和叶昊对花生堂有点无从下手, 不知道是谁家的, 现在去查也要时间。 刚才你没问焦家的人, 叶昊道, 没, 就想着怎么避免被骂了, 说完事情就迫不及待挂了电话。 卫灵无奈, 想了想, 卫灵将手机放到正探面前, 抬手指了指正在那只大猫身边蹭的花生堂。 那只猫, 你解决。 正探明白卫灵的意思, 自打卫灵知道自己能够拨电话之后, 就经常在开车的时候, 让正探帮忙拨电话。 不过现在, 正探没有立刻就按号码, 而是抬起头看了看周围。 这个客厅里就叶昊和卫灵, 那个医生刚出去, 而豹子似乎被判了任务, 龙齐听说受伤正待在医院里, 没有其他人, 客厅外面的几个小房间里面倒是有几个人, 不过他们没听到叶昊的吩咐不会进来。 既然都是熟悉的人, 正探也就没太多顾忌了。 将电话捞过来, 摁了下号码, 然后推给卫灵。 坐在一旁的叶昊面上抽了抽, 他突然很想像龙齐一样, 找个避邪的东西带着。 这尼玛太诡异了。 除了叶昊之外, 那只大猫将刚才卫灵和正探之间的动作都收入眼底, 歪着脑袋, 不知道在想什么。 正探摁的是小郭工作室那边的电话, 一般小郭都会在那里, 今天也是。 电话接通, 卫灵从小郭嘴里套了花生糖的名字, 然后只是说花生糖受了点伤, 被他一起带过来了, 明天给送回去, 其他事情都没说。 知道正探也在这里, 小郭心里放心很多, 还对着卫灵再三感谢。 解决完花生糖的事情, 卫灵和叶昊同时将视线放在那只大猫身上, 而那只大猫看了看两人, 打了个哈欠, 趴在花生糖旁边准备睡觉。 卫灵夜号哑然, 就这样睡下了? 刚才给小郭打电话, 卫灵并没有听到小郭说有其他毛, 转头问正抱着一片猪肉铺啃着的正探, 那只你认识不? 正探想了想, 摇头, 继续啃猪肉铺。 虽然认识花生糖和李元爸, 推测这只是花生糖他爹, 但说认识还不至于, 甚至听都没听说过。 如果周围有这样的猫, 正探肯定会被焦爸嘱咐一顿的, 而大院里一项消息灵通的大妈们, 不会连提都没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